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城市集群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对国际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阿兰·贝尔托进行专访 深入探讨中国城市集群的优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贝尔托是纽约大学城市规划专家、世界银行前首席城市规划师 著有城市的影秩序、市场如何塑造城市等书籍 贝尔托以其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型城市集权在规模 集聚效应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突出表现 强调了这些城市群在提升中国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 贝尔托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背后 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强大的决策执行力 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 《环球时报》您最近几年来过中国吗? 对中国城市和城市群最近几年的发展有何印象? 贝尔托很遗憾,我近期没有机会去中国访问 我最后一次到访中国是在六年前 不过我一直通过卫星图像来观察中国城市开发的情况 我从1983年开始一直关注中国 中国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进展 让我感到十分惊叹 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非常迅速 而且十分有序 中国人的确有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型城市群 它们有着难以比拟的规模 旧金山和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 居住着700多万人口 而粤港澳大湾区现在的人口已经接近9000万人 这已经比整个德国的人口还多了 这个区域通过高铁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20年前从香港到广州大约需要两三个小时 但现在只要40来分钟 当然,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交通方面 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如果做到这一点 那么大湾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和创新力的地区 因为我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看到的是 拥有更大劳动力市场的大城市 既生产效率远高于较小城市 尽管管理一个大城市 也比管理一个小城市更加复杂 目前在大湾区发生的情况 让我感到很振奋 我在新闻中看到 当地政府鼓励各类交通创新 从高铁到自动驾驶汽车 我认为相关实验很有必要 在美国和欧洲 人们对变革总是非常谨慎或害怕 有时甚至制定法规来减缓变革 而中国人面对变革更热情 也更有想象力 步驟 步驟 Medicaid 路 環 we